大家好,歡迎收看NIT,我是Anita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玩Sora 2呢? 我不算是很沉迷,不過也玩不少的 by the way,如果大家有玩,可以follow我 我的account是這個 除了展出來的quality之外 最令我好奇的是 到底一個全AI的社交媒體 生態圈會是怎樣的呢? 到底它只是因為有remix這個功能 而需要整理社交媒體 還是它認真地想做一個這樣的生態圈呢? 但是由於Sora 2 現在都是要用邀請碼才可以玩 另外它的Cameo的功能 都是要跟著它的app的指示 來錄它的flow,這樣才有得玩 整件事可以控制的只有它的text prompt 所以我覺得用來玩的機會好像比較多 事實上,現在大部份的人都是用來玩居多 但是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 就出現了一個open source的video generation model Ovi 其實這個先後次序呢 我就不太肯定的 應該就是Sora做少少的 它不單是open source那麼簡單 最重要是它除了support text to video之外 它還support image to video 即是我們是可以給它start frame的 所以今天我會和大家試一下Ovi的效果 首先我會做一條這樣的簡單廣告短片 之後我會找Germani幫忙 幫我做整個故事出來 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首先我們一起看看Ovi的official demo 可以看到啦,它打直打橫都ok的 那些升級的厚型都不錯 我們繼續看下面的demo啦 它首先支持的是 是text image to這個video啦 那它這裡會有些sample prompts啦 Doing And I need you to trust them Hope beat circuits every time Humanity endures beyond your code To cold like a month ago It's cold now, okay? I could No puedo olvidar aquella noche La recuerdo todo Jega Quragoe 과장님 que monga 那再下去呢,它會有多些其他的sample 那有些都挺特別的 Or you to even decide who's right for who No, how to even decide who's right for who I mean, what do you got some type of test? What do you got some type of test? What you don't know? I don't understand I don't understand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就是 它可以支援到multiple的人 multiperson這件事 I thought we were supposed to tell each other everything Ruth, just come out, baby, come out Poppy, then I'm genuinely sorry Mr.Petersen says that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 不是那麼多個model都做得到的 那另外還有sound effect 例如這種踩滑板的聲音 又或者是這種有很多噪音在裡面做background 它都可以啃到的 另外就是樂器 我自己就覺得 之前看了很多的model 其實它都不能夠做到那個樂器的動作 是跟它的聲音是真正合得到的 但是這個我覺得比較近似的 但是我自己本身對樂器 我不是很熟悉 所以到底它有沒有錯呢?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 行外人看下去 起碼那個... 它的動作 還有有聲效的位置似乎是match的 但是... 到底譬如那個... 琴是不是這樣彈 應該出來的效果呢? 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們現在用Ovi的方法有兩種 如果大家只是想試一下的話呢 可以去Hugging Face的Space那裡 連結我就放了在說明欄 但是如果是一般沒有付錢的account 每天大概應該是可以將兩條左右 還有它這裡呢 其實是只有Image 和Text的Prompt可以設定的 如果要認真這樣試的話呢 都是自己裝來試會好一點的 所以我們這次也是會用Runpot來試 它剛剛出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時候 好像就沒有FP8這個version 但是到我現在試的時候 就已經有了 所以我這次就會試它FP8這個version 就用一部4090來試吧 首先就選擇GPU Secure Cloud 之後下面選擇RTX4090 隨便給它一個名字 其實都可以了 我就會用... 我就會用Pytorch2.4.0這個Template 再按Edit 之前都說過的 由於它的VolumeDisk是極慢的 所以我通常這種用完即器的Case 都會直接全部用ContainerDisk 那我ContainerDisk就給它多一點 我沒有留意它應該用多少才夠的 總之我給了150GB 然後VolumeDisk就設定了0 最後就按Deploy 等它一會兒 之後就在Connect這個Tab這裡按Jupiter Lab 這裡就開個Terminal 之後就直接跟它Github這裡 這裡的指示這樣去裝就可以了 或者我都把我用的Command Copy到這裡 大家有需要可以去說明欄 Copy或者下載來用的 我這裡都按Copy 之後回來這裡 就按Bash installofi.sh 就可以了 等它一會兒 稍後回來見 裝好之後 有兩個方法 可以把Config放到File 然後直接用Command去行 就像這樣 但是如果你是跟我用4090走的話 那這裡的FP8 記得要改用True 那又或者用Gradio 開個GUI出來Run都可以 那我就 用這一句 ForFP8 來開 那這裡是要等一會兒的 那我第一次開的時候 都一度懷疑 是不是有問題開不了 但是給點耐性就可以了 更多一會兒 由於這個Project實在太新了 那我跟昨天試的時候 已經有少少分別了 那就是剛才本身那句 是就這樣去到--FP8就完結了 但是由於我們在Runport上面走 那我們想做一個 剩下連結 我們可以去Call 所以我們後面要自己再加一個 格好--Share 這個部分 這樣呢 到最後的時候 這裡就會多一條連結 的了 那按下去 就會在搜尋 開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那我就會用這一張 用Nano Banana Gen的圖 來做個Star Frame 那之後呢 我就會跟他Github上面的 那個Prompt Sample 就是這個 那我先下載 那我先下載 那之後呢 我就會放在GPT那裡 叫他幫我Gen的Text Prompt 那件事就是這樣 我在GPT那裡 拉了那個Prompt的Sample給他 之後就說 Use the sample as reference Help me to generate a video prompt The dialog should be inside the tag se Wher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voice should be in 這個 這樣的 Enclosing At the end of the prompt 然後呢 我就會給一個 我這一刻 我想Gen的東西給他 叫他去幫我Gen 這個Prompt出來 那他會問 是不是需要打開那個File 那我就說Yes 那他就會繼續 然後我就會Copy這個Prompt 然後在這裡 Paste它 那如果有個Image Prompt 已經進入了 他的Height和Width 就沒有意義的了 他也是會跟著那張圖的比例去做的 那之後 如果效果不滿意 想抽多幾次盲盒 那就記住要改個Seat 要不然呢 每次都會把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我自己就試過了 那這個Sulfur Name呢 就用Eerla 好像會好一點的 那不過這個可能都要看個Case的 那如果是有心機想做好一點的 那我都會建議自己去試一下 改一下這些Prom來試一下效果的 那下面這些Prom呢 有需要都可以改一下 又或者是這裡 這兩個Negative Prom 都可以設定的 那譬如Video的Negative Prom 那我都會像精色這樣 這樣下 Blur Distortion Low Quality Transformation 然後就最後可能再跟個Case 來加 那這些都是要邊Gen邊試的 那最後就按Generate 我自己用4090呢 就大概等4分鐘左右 它每次都是Gen5秒5秒這樣去的 那如果需要再長一點 那可能就需要自己再Cut 那個End Frame出來 然後再Gen下一段 那我們來看一下效果先 這個Case always reminds me of who I am confident and unapologetically me 那可能條Script有少少太長啦 所以它未完就Cut 了啦 那我自己會覺得啦 他自己的樣子是會偏向外國人多些少的 那所以你會見到 那個樣子開始去到後面呢 就會有少少跟我有些不太像樣啦 那另外就是那個樽 如果它發得厲害的話 你會見到這些開始有些不太自然 有些奇怪的感覺 那這些可能可以在那個Negative Prom 那裏再編 就是叫它的動作可能不要太大 就是在那個Negative Prom 下一個Large Movement 這一類的東西 那我自己就覺得啦 那都是要編的 就是不能夠說一定是很簡單 地用很簡單的Prom 一步到位這樣做出來 那可能一些Param要調整一下 或者Prom要編一下 那這樣才會得到一個好的效果 好啦 那既然Jang出來的效果 Sora是贏那麼多的話 那Ophi的價值又在哪裡呢 就是可控性啦 如果大家有留意 其實Sora都是會做分鏡的 只不過是她自動幫你做買 但是回歸現實 如果要實用 其實很多Case都是要自己做劇本 自己做分鏡 全自動是有用的 但是絕對會有一大部分的人會覺得滿足不到 那Ophi就有用啦 那當然啦 製作的時間和難度都會高了很多 所以都是看你的Use Case啦 那我就試一下用Ophi 來拍這段我在Sora製作的韓劇出來啦 那我為了不用轉換來轉換去呢 我今次就會用AI Studio來幫我做Text 和Image Prompt 那當然大家在Prompt這個位置 可以用GPT 可以用Flux 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東西去做都可以的 那首先因為我懶了 所以我會叫她做一個分鏡給我 那我會用Gemini Flash啦 那首先呢 我就會好像剛才那樣啦 給Ophi的Image to Video的Sample Prompt 給她做參考 那之後呢 我會教她Prompt的基本東西 那跟剛才一樣的 那之後呢 我會叫她做三樣東西 第一 幫我把故事Breakdown做不同的Scene 每個Scene就預計5秒左右 第二呢 就是幫我把Start Frame的Image Prompt 最後啦 就是Scene的Video Prompt 之後呢 就是我自己對這條片的形容 那最後啦 我就會加多一句 提一下她 女主角的樣子是要跟Image Reference 那她就幫我拆開她做三段啦 那下一步了 就是開一個新的Tab 那也是AI Studio來的 那我今次就 這個Model就轉了用Nano Banana 那首先呢 就是要拉一個超大頭的相片給她 那這張相片呢 最好就是肩膀以上啦 那人物的Consistency就會高些啦 那她的Image Prom 結果都是沒有說過要跟Reference Image的 那所以呢 我就手動加分給她 The Appearance of the Young Woman should follow the Reference Image 那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啦 然後其餘的兩張都是這樣做的 這樣去到這一步呢 那些Start Frame就齊了 那我們就可以回去Ovi啦 那我自己呢 也是拉一張相片 和進入Text Prompt 進去 然後那個Solver Name這裡選Ella 那我們試一下拼合這個效果先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Stay with me I'll protect you Always 那首先啦 第一個線應該要再Gen過的 因為它的口型不對 而第二個線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 最尾這裡 它其實和第三個線是不連戲的 所以我應該會就這樣剪掉它 其實我沒有用Canva來剪片的 但是我剪片的App用來錄影 所以先用Canva 那要重新多少次 和自己整理多少呢 就看你的要求啦 那我自己呢 就最後應該會加多個Video Upscale 那這些東西就看自己的需求啦 但是總之整個過程就是這樣啦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Stay with me I'll protect you Always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You always show up when I need you Then stay with me Scared I'll protect you Always 我自己就覺得啦 如果十秒的片你是OK的話 Sora是有機會可以將到你想要的東西的 而且Sora強的位是 無論你給一段很簡短的Prom 給他 還是一段很複雜的Prom 給他 他都是可以做到幾好的效果 意思是 無論是他的Prom Enhancement 還是他理解文字的能力 其實都不錯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只需要一段十秒的短片 又不想自己想的Prom想太多 都很適合用Sora的 不過Sora依然有他不好的地方 他的Cameo功能 是要用App跟他的指示去拍 不能夠用不存在的人物 第二 他是一步到位 即是你要等到整條片結束完 才知道效果 如果不適合用 就要從頭來過 另外最重要的是 Sora是OpenAI的產品 OpenAI由於被人少得太多 所以現在好驚 那些限制比Google更多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被Block 相反Ophi沒有一步到位的能力 不可以用簡單的Prom 做到好的效果 不過由於可以用Start Frame 所以沒有限制之餘 可以在Gen Video之前 先自己弄好一張Start Frame 起碼開頭已經是你期望的 另外由於是最後 自己把所有的Scene拼在一起 所以理論上 影片幾長都可以 而且如果中間有某些部分不滿意 可以只是從Gen那一部分 所以 如果你是有心機 認真地做一條高質素的影片 我覺得用Ophi會好一點 好了 今天就是這麼多 不知道大家會比較喜歡用Sora 還是Ophi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在Sora上追蹤我 一起玩一下 還要記得 Like、Comment和Subscribe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